新北市林口发生了大型火警 可以看到整片天空都已经被染成橘红色 而四周的马路被浓浓的黑烟笼罩 所有的机车汽车都是放慢速度 因为连路都有点看不太清楚就怕发生危险 而根据了解停火的地点是知名网购平台的大型仓库 七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起火全面燃烧 而消防局这边货报之后派出43辆车 共74名的消防员前往救援 人力可说是非常的多 而好险目前是没有任何人伤亡的 附近居民一幕及民众拍下影片都被这场面吓了一大跳 而消防员赶紧射水灌救 整个仓户几乎被烧到只剩下骨架 加上浓烟实在是太大了 也造成救火伤会有一定的困难度 不过刚刚我们有接获到消防这边的最新消息 是差不多在约10分钟左右前8点半的时候 火势已经被大约的控制住了 目前持续的灌救中 不过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这个是知名网购平台的仓库 那会不会造成包裹上有任何的延误呢 我们也会将持续的为您掌握